早上刮了 早上刮了 然后这会儿已经出来了 谢谢老大 我的奖励是不是下播给 下播给 可以 可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哦 猴子长得蛮快的 算了 你们这帮人啊 你们这帮 手啊手基本上好差不多了 你们这帮人呢 稍微少点胡色都不舒服 哎呀 房子长蘑菇这个梗已经过去了好不好 怎么还 还是要说这个 就这样吧 随便 随便弄一下 就是嘛哪有一天两瓜的 你们就成天给我制造困难 哼 主打一个挺犬 让换衣服换衣服 让挖胡子挖胡子 哎 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可轻轻了呢 还有下下的奖励 他拿了钢琴比赛第一名 哎 好吧 哎 你们既然这么生气 是不是 下下在哪里我看看 我刚要去准备明天的早餐 老大就直播了 先去准备先去准备 哼 你的戏拍完了没 上一个拍完了 直播间寄人了 和其他主播连麦更利于留住观众 连麦吗 为什么提醒我连麦 骂时候还连天津消防 我抱着我的二牛看二牛直播 谢谢凤凰 谢谢咱家凤凰送的三十张人机票 我老妈年前手摔伤了 现在手还不灵活 好得差不多 好得差不多了 也需要活动活动 哦 是的 连声音都这么性感 谢谢平安快乐每一天 送的龙太头 张姐的鲜花 大叔也开播了 哦 是的 是的 月月跟那谁 月月跟那个初夏商量一下 初夏说要听成都 月月你同意不 不是今天皮肤有点黑 刚才学长 我是天天都黑 老大我竖叉下去了 可以啊你啊 鱼龙哥看你年轻的时候当兵的照片 我儿子长大也要当兵 挺好 保家卫国 直播大叔你是哪个地方呢 啊 我是 我现在在成都 但我是黑 我可是两个奖励 那行吧那我那成都就是 下下的奖励 你和你其中的一个奖励 好不好 初夏在不在 我看看我还是不是二牛啊 哈哈 你就别提美颜了 美颜怎么啦 要不然又有人提意见 超喜欢你去 但就刷到一个 你可以搜得到 男的插好多玩就行了 其实没有几个皮肤好 男女都一样 老大今天心情看着不错 哦 大叔我怀孕了 你怀孕跟我没有关系 你不是我的 你别吓我 老大生意能去当播音主持了 你素颜看看 我现在就是素颜 还有油呢看到没 油光正亮 差不多了 我今天看到你的短视频好看 谢谢荣桥外滩 给吓着了吧 什么东西给吓着了 说你是一 你怎么 有点发福了 可能是白色显的 问题是我没发福 我发现你们 见到男的见到女的 主播什么的 都特别爱说这句话 啊你瘦了 啊你发福了 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光线的 光线的原因而已 哪有那么容易瘦啊胖啊 我知道你们有的时候 没话说的时候 会找点这样的话 啊胖了瘦了 怎么怎么样了 但确实是没啥变化 有的时候就像前段时间 说我瘦了 我也说了 没瘦了 瘦了一两斤 你们不可能看出来的 不可能看出来 你想想我一米八五 我瘦一两斤的话 他平均在全身一米八五的身上 你根本看不出来 我估计还在一周吧 初夏不是还没来的吗 那初夏和小月月的礼物 初夏不来 我唱歌送给谁啊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只是想 赞美你的帅气 然后就胖了瘦了 今天光线好 你这两天玩得开心嘛 在逛街突然看到 老大在直播不去了 哎逛街还是有点去啊 不用二三十集 其实十几集你就看出来了 送给我们喜欢听你唱歌 回我回我 啊 回你回你 这你对于这种评论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 回我回我 回你回你 你说咋办 今天光线好 你这两天玩得开心吗 还行 老大身上 好敷衍 他打的那个字 就四个字 回我回我 你要我说啥 我回你回你嘛 我能咋办 我有的时候就经常说 你说看我看我 我会想 好看到了 你说你发这个评论 你要我回你啊 你自己说 成都有没有好吃的火锅店 那可太多了 他说你的剧真的很棒 谢谢 老大今天吃草莓了吧 我今天吃了一筐 嘿嘿我今天没吃 这样的心情不错 放假的心情能当然好 我自己没说就是你回的 你说了呀 你说回我回我 我说回你回你 成都差不多就是火锅多 你刚没回他信息呗 问题是 我没看到他刚才的信息啊 这是问题啊 这个弹幕这样刷 我不可能每一条都能看到 成都哪能偶遇 我又没逛 咋偶遇啊 真帅你 谢谢 愿 太阳愿 成鹏收到诗卷了 我没给他写 哎呀 我咋可能 让他遭了个罪 别去网红店 是小巷子里最正宗 那实话 老大人拍完这几天再休息 哦 啥时候再拍剧 过两天嘛 休息两天嘛 然后缓一口气 大家都知道 我一般就是 这个组刚杀 然后就进下一个组 就老这么整的话 很疲 会疲劳 我在你隔壁 他说他收到了会做 可是他没收到 我被抖爹 我被抖爹进作品七天 你干啥了你进作品七天 西油纸对 太古里 我去太古里干啥 眼镜一戴很儒雅 劳逸结合 谁叫我龙龙 小K熊的龙抬头 倚琳的小丑蛋糕 谢谢谢谢 龙龙那个美女软桥 美女在哪里 不好意思冒犯 软桥 哎呀 还真把我问住了 我还真不知道 这些重不美的 是七个大啤酒 花木生素的 揪耳朵 来成都博物馆玩大叔 来成都博物馆玩大叔 吓我一跳 成都博物馆玩大叔 你知不知道在隔壁听得清清的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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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叫大叔 因为我之前演的剧 然后大叔大叔的 然后那个 就是家里人兄弟姐妹们就跟着一块儿交了 看你的剧花了我29.9米 他说李婚桥 夫妻求复合那个剧吧 没印象 记不住了 阮桥是谁演的了 这实话 你是不是属龙的帅哥 我不是 我花了69.9 刮一次呼吸 今天状态很好 啊 可不就是嘛 你像我三舅舅 龙哥多好听 也行 也不是不行 李嘉原子 对女主是李嘉原子 拒绝回答一切隐私 我那个豆 俺老大真帅 休息了几天 颜值又高了 离婚千金美又炸的女主 阮桥 我估计是李嘉原子吧 别人可能我没记住哦 谢谢阿如娜 谢谢阿如娜的保时捷 诶 阿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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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如娜是不是之前来过一回 你笑死我算了 算了吧 龙哥看到我了吗 看到你了快乐 夏夏要清晨一路 天后我跟你说呀 天后累不唱 比你大能叫龙哥嘛 可以康康 没问题 你叫什么我都硬着 轻点的声音念得上不来气 看余老师缓一缓 单位上的考试没考好 有点郁闷 初夏在外面逛街呢 哦 那回头给他补 好不好 回头给他补 叫哥是尊重 不是别的 没关系 叫二牛 叫什么东西都行 小鱼 小龙 我都那啥 我都硬着 谢谢咱家猫眼的灯棒 清新草的为你举灯牌 还有康康的黏黏小脸 初夏让我给他录屏 这发琴是自己吹的吗 哦是的 在逛街看到老大只不不去了 你该去去啊 为什么你的嘴是心形 咋可能 老大春天出到七千刀明星天后 是你自己唱了吗 不是不是 你们真的听不出来吗 那是原唱啊 你们真的听不出来吗 明日考研副始歌 那也就是说 第一期你没过咯 谢谢又有的变脸 别上班别看老大直播 明明是你唱的 我不可能唱那么好听啊 实话实说 谢谢咱家慕名而来的雷鼓 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 做到今天当明星好喜欢 刚看完破局里面的黄鱼演得又痞又狠又狡猾 好 考研出事才能复试 啊 这个好 你这 这太好了 哎呀你这一下子我感觉 我一下就开心了 我刚才听你说出事 我以为出事没过 你知道吧 我还有点小沮丧 刚唱完你主演的秦爷前妻也都撒 我在短剧上面看到你叫大叔 边写剧本边看你直播 你怎么也写剧本啊瑞月 188兆人气票 找到的粉丝个个都挺牛 我希望你们是有正事的 说实话 我希望你们是有正事的 为啥我会答应那个小月月啊 什么考试什么的 就这种这种我都是非常非常鼓励的 谢谢康康的光明之角 谢谢大家我一定加油 今天看了你眼的古代片 不可能你是看错了认错人了吧 老大我一直在写小说 啊 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 为什么都是人家发你的视频 就 那你发就发呗 哥在哪个软件里看你的短剧 在抖音 在我抖跌这儿 谢谢瑞月啊 瑞月的那个闪耀星辰 还有瑞月刚才给给咱送的 一百八十八张人气票 啊每天都发你啊 可想你了 我知道你们每天都发 你们的每一个爱头我的我都看了 谢谢康康的今天小脸 信誓爱说 我妈妈看世界对我温柔以待 今天跟我说看了二十多遍 董爹是正版别的都是盗版 啊余婉莎 有所谓 言容容在你这儿吗大叔 不在 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是新 我这个校园网 卡死了 这套西装是新的吗 啊不是 是旧的 是原来的 很久 起码一年了吧 写梦女文的记得屏蔽他 写梦女文的 老大我剪的视频 你也看了 看了你们爱头我的 我全都看了 爱头我的我没有一个 不看的 老大 你竟用的不好拍 拍不出女主原本的美 你女儿说的 我啥也没说啊 我啥也没说 慕名而来 慕名而来 我觉得你的女儿棒棒的 边吃烧鸡 边看老大直播太幸福了 这些友军的龙抬头 厉害了 老大 你的抖音应该营业了 这么久不公新视频吗 啊 我不知道吧 什么 谢瑞月的龙抬头 大叔今天拍戏吗 今天不拍 你的表情说了一切 我们听懂吧 我努力去证明 我躲着娃看直播 咋的 你娃看到了以后 是不是要扒了你的手啊 看好几部短视频 都是看不完 你眼的那些短视频都蛮好的 八道总裁 都是老粉 声音他有自信了 长得帅 鼓动关注 这谁在夸我 求求 查林里的铜油弯弯 老大抖音可以发现聚照 他们 他们发过 不是被你们给发了 我说实话 本来呢 是那个明明发了微博 然后我打算 我已经在整理照片了 可是 你们看到了照片以后 匡匡匡匡全给发出来了 我没得发了 我当时看到你们第一个 我看到第一个人发的时候 我还蒙了一下 我说 哎 我说他们哪来的照片啊 然后第二反应就是 啊 他们发了我发啥呀 那我发了 岂不是成盗版了吗 因为 因为抖跌是可以鉴定的 你发了同样 你发了有人先发了这个图片和视频 如果你再重复发的话 你是相当于盗版 我一看我 我 好吧 你们发了我就不发了 是啊 你们都发过了 我没法 我没法发了 刚才那个直播间 有的人说是什么 号被 说七天不允许发作品 我估计他就是发了重复的照片 我估计就是 我都不敢发 我一看我什么情况 我这还在整理照片呢 然后我就发现就已经有人的啥了 就 就把我的那个 剧照什么都发出来了 我一看我这 我这 我不能自己当自己的漫霸 看我一下看我一下看我一下 叔叔漂亮 看我一下 看我一下 看到你了男狗的狗子 男狗狗崽子 大叔打白牙用的是什么牙膏 用的是 那叫什么 就是那个清香的那个 哎呀 刷老婆就给你看 啊 那你下次早点发 太喜欢了才发 他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的 但是我正在整理想要发一个 不是 不是给 十一万赞老大 哦 今天赞还不错吧 新来了 直播的你比剧里演的霸总还帅的是怎么回事 他有的时候灯光或者是运镜吧 会把人拍好看的同时也有可能把人拍丑 你能明白吧 这是实话 你被霸到总裁都酷酷的 谢谢悠悠的搞怪盲盒 要 不同时 要不同时点会赞 老大手这么摆 真好看 还好还好 我说三二一 然后我们一起点 但是呢 这个 有空一点吧 好吧 三 二 一 超级喜欢 你闭着眼睛靠在明明肩上的那一招 没有啊 不是双倍赞 还不是双倍赞 你适合演斯文败类 这倒不是不行 这倒不是不行 老大也让陈鹏直直播呗 他应该 他应该休息了吧 他不是要放假吗 浴缸里的那两张好看 浴缸里的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是我们的剧照 那是我们的剧照 打算拿那个 当那个封面来着 哦 小飞侠来了 谢谢小飞侠的龙抬头 我折 他直播了 在休假 陈鹏看脸去了 哥 你怕热吗 我贼怕 想都不要想贼怕 剧怕 估计是那些黑粉弄自闭了 跟那个没有关系啊 我澄清一下 净花水月 他本来就该休假了 这个可能 可能你没有怎么看他直播 他之前就已经是 有这个打算了 也跟粉丝说过这个问题了 这个不是被黑粉搞的 你平时就让你的助理 多拍一点你们剧照 是啊 他拍了呀 拍完了以后被你们发了呀 我 最好看的几张被你们发了 我后 我现在没得发 我今天才把 去屋库脱掉西安就夏天了 谢谢阳光送的小丑蛋糕 连走转太累了 隔壁老王需要休息 还在路上呢 我要找个地方看你 直播 这是赖我们了 没有赖你们 我只能说是我没沟通好 那边发到 发到V上 VVM VM 他发到那上面了 然后被你们看见了 看见了以后就发去群里去了 然后你们空空就发 我不知道 当我第一个刷到有人发的时候 我直接懵了 我呀 他 谁啊 他哪来照片啊 我都懵了一下 对啊你不用做了 大家都发完了 就是啊 我就想你们都发完了 你说我做啥 二十万赞了 老大继续点赞 你二期往 老大咱东北黑龙江今天下雨加雪降温了 哇塞 你们真的是 你好歹让我先发呀 我本来就不会就是剪辑啊 裁剪啊什么的 我本来就不会 就是我就是单纯的把照片放上去 我不会就是把它重新剪一下 或者怎么样呢 就不算是重复了 然后你们是 是原图也放了 是这个剪辑过的也放了 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算了算了 反正大家看见了就行吧 你这个差两天也无所谓 我家小朋友送礼物 我听听等你直播 让绵绵帮你剪辑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点赞 哦 我想起来了 龙哥龙哥龙哥 怎么了康康 大家都发了 都没老大啥事了 这阳光的闪耀星辰 这阳光的闪耀星辰 柴小柚的闪耀星辰 和龙的鲜花 老板你应该和面面商量着一起吧 等一下啊 我看饭到了没 还没到 晚饭啊 对啊 晚饭啊 晚饭没吃饱 爱着只喝牧名而来的荣耀雷鼓 哎 我就这么跟你说 本来我就应该去吃饭的时间 我突然发现已经八点半了 哎 咱家平时来了 我突然发现已经八点八点二十五了 我看这咋办啊 我再出去找吃的 你好 晚饭吗 哦 谢谢 嗯 感谢感谢 你干嘛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不要 我八点二十五 然后我发现 该直播了 那咋办 你说我一吃饭 我一吃饭 我到那再点 点完人家做 我做完我再吃 吃完我再回来 直播就 我估计我现在都回不来 我估计等我再回来直播就晚了 那你们不就要再 我就又要等啊什么的 我就想算了 我还是点个外卖吧 我就一边往回走 一边交外卖 这不就到了吗 到了然后就 哎 怎么这么多筷子 九点多了还没吃晚饭 你才吃了吧 别说话 齐齐那个 加齐 加齐妈妈 万一我妈要是在 在直播间的话 你这怎么办 谢谢又又的 谢谢你 还有盒子 盒子会的 搞官面具 哈 好大 谢谢你 好充分 我真的怕 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是 怕我直播太晚 搞得你们就 就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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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吧 然后尤其是有一些说 好困啊 但是我还想看老大直播 不想睡 你说你都困了 你还在这等着直播 你想干什么 我都一直跟你们说 不管干啥 看剧也好 看直播也好 不要影响正事 就不听 哎 你看咱家还是有 有正事的 你像小 那个小番茄月月 他就 考试 考试考过了 然后还有 咱们家的初夏 老大有肉没 必须有 没有肉 没有肉 这外卖点的 还有什么意义 还有什么意义 酒群天天炸老大 聊着正嗨的时候 老大直播了 肯定有肉 哥你是在剧组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是学霸 不管是不是学霸 真的 你是工作也好干啥也好 尽量的尽自己 可能的把自己的正事干好 尽可能的 可乐 没有 没有 外面小哥没认出来你吗 你太把我当回事了 你以为我是刘大华 呀 谁都认识我 不是凡事办饭就行了 不是 娃来了娃来了 什么娃来了 喜欢余老师幽默的很 点了多少还没拆完 老大在成都吗 是的 老大我在吃鸡排 会健身吗 会的 有月月他们 我们可骄傲了 是 你们也要 也要那个努力 八群聊得挺 挺嗨的 你怎么就不来 我咋不来呢 但是我有的时候 就是没陪你们聊而已 我有时候过去看一眼 我就走了 大家都认识你 毕竟那么优秀 总会有一天 希望吧 希望吧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 就是说 臣民都上去了 很多人都认识我 那就说明我应该是拍了很多的好作品 你走在人堆 我们肯定认识你 会潜水 有的时候我就是潜水看 已经被老大 寒吃饭饭被老大人拉入黑名单了 嗯嗯嗯嗯 没毛病 又有 献喜又有的搞怪仙人球 流浪的人 好可怜 会的会的 你逆光而来 配得上这世界所有的好 吃东西 吃东西你录什么评啊 我想去做外卖小哥 哈 那今晚都休了 哥 你会出不了戏吗 一个好演员是应该能出戏的 你出不了戏不是好事 那不是什么好事 我吃饭回得慢一点啊 厨师大爷不在 在我给他唱了成都版 你去吧快乐 你这么晚 路人小心安全 什么跟成鹏一样直播 我先把单位组织收集减 明天一定要走 哦 那闪闪闪闪闪闪闪 他说在成都定居了吗 没有 我先把单位组织收集减 对啊 昨天出去了吗 出去了就没有 每次看你直播都在吃东西 不会吧 快吃吧先别说话 你会去参加那个综艺吗 不一定 人家说 我问了一下 他们说那个 第一站人满了 就是三亚站嘛 人满了 我去不了 嗯 要满了就满了吧 那没办法啊 可能是我报名报晚了吧 嗯 食不言情不语 你别跟我找事了 现在有几个吃饭不说 就不说话了 你这会儿跟我现在 上钢上馅 食不言情不语 我能做到情不语 食不言不可能 韭菜鸡蛋 酸甜 你催我干什么小马甲 你看看小凡杰把他的奖励 你随便出了军歌外唱一首 他另外一个奖励 等他好好想 等他吃完饭歇会儿就唱吧 你催我干什么 小凡杰已经把这些话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们俩也已经高通过了 你催我干什么 而且他说除了军歌什么烂七八糟的 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我吃个饭一下这 小凡杰应该跟你说了吧 他应该 你刚才说的话他都跟我说过了 吃个饭都不小 吃完饭唱歌吧 不唱了 你要搞清楚有的时候我说 给大家送点福利 我是想鼓励大家 你别我就好像你赶紧的 你怎么怎么地 你得怎么那么地 我得什么呀 我得什么 不唱了 糊了 别催我再催我 咱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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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个奖励了 你该好啥烤啥去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不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不好 吃个饭的还不小你 你乱怎么别紧 我乱怎么别紧 谢谢大婶 谢谢大婶的帆球旅行车 排骨 排骨 雞蛋 现在吃起本鞋的气球 我给你们扣低一点 手机别掉我饭盆里 谢谢月儿的龙台头 我吧 当饼当了很久 就老是被人管着 就是 而且由于他的制度问题 就是 说的对说的不对 你都得听着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呢就是 如果没什么大事的话 我很排斥别人管我 什么你得怎么怎么样 你该怎么怎么样 我听到这种字眼 我直接就炸 我 我 我这么跟你说 等我退了的时候 我从部队转到地方的时候 我是有机会可以转工作的 就是到那个 做办公室 我为啥不去呢 我就不想被人管 干 干这行呢 其实也有人管 比如说导演 比如制片 我没有经纪人 如果有经纪人的话 经纪人也管你 但是相对来说就少了呀 那不用天天开会呀 你碰到个傻领导啊 或者是有关系的领导啊 或者是论资排辈上去的领导啊 就是能力没多少 你还得听他的话 你们上班的人都知道 安慰会有很多那样的 对 你看有难过病啊 吃饭太快了 不快啊 我已经慢了 我怕弄到我身上 嘿嘿嘿 各种学习各种心得 就是就是 各种开会 周会 乐会 例会 总结大会 哎呀 好 三十完蛋了 在监控下面考试 看你吃我都饿了 体质内疚那样 我跟你说我就很不喜欢 那个感觉 你这样你那样 你这样你那样 我真的好想说你闭嘴 你懂个球 如果说大事情 那你得听劝 比如说咱们直播间不让说什么 不让说什么 你这个得听 对吧 如果本来就是无所谓的 你该这样你该那样 凭什么 凭什么 我就不爱喝热水 我这辈子我都不爱喝热水 我从小我妈就喝热水 她就喜欢喝热的 我都没学会 她让我喝我都没学会 我妈天天守着我 都没让我学会喝热水 你觉得你们三言两语 能让我学会喝热水了 是不是 不可能 大男主义 我跟你说啊 大男主义其实 不是很存在 你觉得好像是 那东西肯定不好是吧 但是我跟你说个举个例子啊 所谓大男主义 她如果很疼她媳妇 很爱她老婆 我就当啊 她就是个大男主义 有没有那么种可能 一旦她媳妇 她女朋友说 我不我想这样我想那样 我不喜欢 然后她就 好好好好好 那咱们吃那个 咱不吃这个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她很爱她老婆 很爱她媳妇的话 对不对 谢谢孟含乐 蝴蝶仙子 和伊马尔 棒棒糖 然后 在女生不抗议的时候 她这个大男主义 又上来了 但是女生不一定能抗议 比如说 放下 这东西这么沉 是你拿的吗 放下 哎 哎 她这时候又大男主义了 那你看女生可能 不抗议了 对不对 那你来吧 哎 老公真棒 老公好慢啊 所以说 大不大男主义 不重要 重要的是 看她疼不疼的媳妇 哎 这是关键点 你说大男主义 啊 逛商 逛商场逛街的时候 我给你说一个大男主义的啊 逛着逛着 媳妇或者是女朋友 往那看了一眼 你看啥呢 哦 没看啥走吧 你这一撇 一个大洋娃娃 那喜欢就买了 哎呀不买不买怪贵的 买了买了买了 买了买了 喜欢就买 我说了 我做主了 这种大男主义 你喜不喜欢 你说你喜不喜欢 大男主义不是重点啊 我原来咱们有一阵子 世界对我温柔以待刷的特别厉害 就是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 满屏全市 直播间全市 那个时候我看到过两次 原著小说 你听啊还是有关于大男主义的 思播眼大声喊道 大声喊道 大声喊道 颜容肉 你再光着脚到处跑 我把你的小短腿给你敲舌 哎呀气死我了 啊 你听这话 他是不是以思播眼 原著里面的思播眼 他是不是大男主义 我把你的小短腿给你敲舌 是不是 但是你觉得这个大男主义 让人让人厌烦了吗 是不是没有 原著是那样的 不是剧里的 我刷到那个原著小说 思播眼大声喊道 颜容肉 你再光着小小到处跑 我小短腿给你敲舌 你听这个话你就知道 思播眼就是 这个霸总还是挺大男主义的 嗯 谢谢青青草的为你举牌 和家小齐的搞怪相一球 所以说大男主义啊 不是问题 问题是看看 爱不爱他女朋友 疼不疼的媳妇 哥哪里人 我是那个东北人叫哈哈 明天还剥吗 明天 应该剥 应该剥 仙忆总裁吃饭应该优雅一点 嗯 我给你优雅一个 好 我估计我下播都吃不完 我估计我下播都吃不完 拉倒吧 恶心死我 你闹死我了 这个优雅不来啊 优雅不来 你等我什么时候霸总上身的时候 我就给你优雅的吃 我那个拍上部剧跟面面拍的那个白云深寿有惊心的时候 我就在吃饭 玩一勺汤 你们不用坐着 站着就行了 那个时候我可优雅了 但我现在不行啊 我现在是鱼二牛 我现在就不优雅了啊 你等我看 你想优雅你看剧去 我在剧里面是真的很优雅 你到时候 记得找个正版 你别找到的啊 既然都优雅了 咱们做事也得优雅一点 我要上桌子那么优雅吃饭 我伍旅行 我伍旅有爸的 我爸有点删我 能不能好好吃饭 想干啥呢 出什么阳相 我爸会说歇后语 你狗鼻子炒大葱 你装什么养相 胃不痛吗 不痛啊 本身就是听听什么时候播 刚完事 怎么可能那么快 我没啪鸡嘴 我啪鸡嘴的话应该是 这叫啪鸡嘴 我是北方人吃饭的时候不喝糖 吃完饭了我会 看情况吧 喝不喝 看你那么想给我也馋饿了 谢谢陆雨薇薇的眼镜 我即兴了 吃十几筷子 没有一筷子是夹米饭的 这么晚了少吃点主食 我还是吃了的 你看 是不是 我还是夹了一点的 吃东西要营营 啊对 保持身材 少吃主食 首富 怎么现在才吃饭 首富忙着撒钱去了 你们是没吃饭吗 为啥看着我就对啊 按理说 你们刚吃完没多久啊 垃圾直接吐气是吗 我疯了 还是你疯了 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垃圾直接吐地上 我自己吐地上 我在自己扫 我没事 咸的了是吧 咸的呀 很鹽 没有肉了吗 没肉了,不吃了 嗯 估计没吃饱,吃饱了吃饱了 看了那么多吃播,余老师是最不矫情的 不是,你应该这么烙 你啥时候看着我矫情过 你啥时候看我要过这个偶像包袱 你应该这么烙 他不是说吃不吃饭的问题 要不要放一杯啊 又不味道太大了 哎呀,还有块骨头倒地上去 来来来来,过来,留我近点儿 哎,舒 橄榄绿战是能矫情吗 矫情不了 矫情不了一点 大叔晚上好 你好你好,香水百合 会长肉的,谁跟你说我吃多少不长肉 会长肉的 你该锻炼要锻炼 该结实要结实 看饿了 可是我在减肥 减肥就不要吃,控制住 要有毅力 吃出汗来了 我吃饭特别卖力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吃完饭会出汗 夜跑计划取消 今晚活动改为找朋友吃烧烤 哎,薇薇,你过分了啊 你可以不去夜跑 你九点四十,你找朋友吃烧烤 是不是过分了 不行啊,薇薇 好帅,我喜欢的类型 行灵美溜溜 出去健身嘛 明天嘛 之前太晚了呀 东北人都不矫情 无论男女 任周世勋真好 应该多拍几集 有点亡羊的气质 仔细看原来是大叔啊 奶黄包 当兵的人吃饭都这么快吗 差不多吧 九成 九成 吃的都快 看吃太香了 看饿了 还不让吃烧烤 你这么晚 出去约朋友 没有再去吃 完了还是烧烤 是有点 有点过分的 说实话 你吃别的还好 哪怕你跟我说 你出去吃个冒菜 我也觉得比吃烧烤好 为什么晚上吃烧烤不行 我们有半夜忙完了 下来吃火锅呢 火锅也比烧烤好啊 你要是吃青汤的 或者是军汤的 或者是番茄的 那更健康 更健康 那么多主播 余老师 你是最真实的 好样的 咱不对比啊 曾经沧海 咱不对比 拿到4000多人了 点赞36万了 继续点赞 点赞 谢谢 谢谢 1314 这个点吃烧烤是放毒的 小伙子是个东北汉子 哦 是的 是草莓吗 不喘 我身高174 体重98 我妈天天恨不得让我一天五顿饭 你就这样保持着吧 哎不对 174 98 有点瘦 稍稍有点瘦 你管他几几年呢 咱们家粉丝现在都知道 该怎么回答了是吧 我们还就不吃青汤 我们办公室的人全吃红汤 每周休假去天府绿道骑自行车 啊 香飘飘也是成都的 98级 不是我 174 98 哎呀 你们听三不听四的 是那谁 是那个VV 我185 我怎么可能98斤 什么耳朵 老大好久没来了 没事 有事忙正事 来直播直播的什么的 无所谓的 要是不是18就是90 大家自己选择 哦 没毛病 女的98斤VV 但是是有点 有点轻 有点轻了 我只要听老大永远18岁 永远18岁 永远18岁 152 110斤的有裤子 但我不想减肥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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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减 多大事儿 最近跨职业还在学习中 哎我刚才几点开播的 八点 八点 三十五啊 八点三十五啊 有没有 八点三十五还是八点四十 八点四十五 哦今天这么快一个小时了 哎算了 我就不等了 还是先把他这个 我看一下信息哦 哦 在家吃个饭 好几个信息没回 哈 哈 你怎么知道我准备放你鸽子呢 定定定定 那你就打定金呗 找成都的歌词是吧 我吃肉 我吃不长肉 我胖了也很瘦 最高也就是104那个样子 我朋友天天投喂我 那你就保持104 成都的歌词 有新剧上吗 新剧目前没有 成都挺好的新剧 我得减肥要不搁抱不动 两个吧都坐身上 累惨了 你管他几几年了 你家住海边吗 但是我怀孕了 喜欢赵磊喜欢你 哎 让我掉下的眼泪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得 不知你的温柔 雨怒 是不是这个调啊 你感觉上跑调了呢 你感觉上跑调了呢 我不跑 哎呀 我这就跟他说 让他转定金 我跑什么呀 但我跟你说实话 10号到18号的那个剧 那本我还没看呢 就是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双男 那剧本我还没看呢 不知道写的啥样子 那明显是仿人家那个 仿人家的剧 我刚好在有点事儿 我先下了 好的 让我掉下的眼泪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得 让我依依不舍得 不知你的温柔 雨路还要走多久 你钻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 分别总是在九月 直到 哪儿出了 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 嫩绿的垂柳 亲吻着我额头 在那夜雨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而我在城堡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啊 完了 结束了 哎呀 给我憋出话来了 哎呀 这是谁的 这是谁的 这是初夏的 给我找出话来了 又高又帅又会唱歌给姐妹们 好喜欢你表演农村小伙子 是因为农村小伙子关注你的 谢谢 谢谢 茶林里的铜油弯弯的捏捏小脸 冰月西月的热气球 还有友军妈妈的龙抬头 你能不能唱 离别 开树出花 不会 没听过 我会完整 我是来 进来点赞的 哈 你用 嗯 嗯 小伙子不错啊 进来点赞的 成都很热嘛 我刚才吃饭把我吃热了 老大唱张学友的歌吗 唱啊 原来经常唱张学友的歌 好 那我希望吧 希望这个编曲别别别别别别太蠢 嗯 老大这么快就唱完了 忽悠咱们呢 没有啊 我就唱了一段 他还有副歌 昨天在成都 刚吃完成都火锅回酒店 打开手机就听到老大唱歌 你这个是订一步的还是订两步的啊 订两步的是不是有点不太对 我快热死了 老大 我等你就唱你会的 我会的呀 我听了 那就刚才那个人说的 偷心 好吧 我给小月月的 小番茄的 最近看不到你的短剧 有的 只不过是 你可能 你是不是没搜啊 还是咋的 从中都三十多了 程度就差不多了 是的 偷心 是寂寞 慢慢站立我的心 长夜里越来越冷静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 你是后悔 慢慢浸蚀我的心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 从今后 不再为谁 不再为谁 哭泣 我不敢再问 是什么 改变你的眼神 对爱厌 对爱疲惫 对我已没有感觉 温柔的缠绵 难道只是一世的气氛 留不住人 留不住人 留不住魂 留不住你的一切 留不住你的一切 是了解 慢慢伤开我的心 就让我醉死在梦里 在梦里 你永远不要清醒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我的眼睛 看不见我自己 一段 完了 再就是下一段 我不敢再问 是什么 改变你的眼神 对爱厌 对爱疲惫 对我已没有感觉 温柔的缠绵 难道只是一世的气氛 留不住人 留不住魂 留不住你的一切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就第二遍了 第二遍就是这样的 啊 为啥人都快跳完了 废话 我又没开声卡 然后我唱歌不是专业的 我这么唱 人家路人还不跑 你想啥呢 出下来了 那个啥 我刚才那个唱的歌 他们给你录屏了啊 快拍短剧吧 这个皓月 我有在拍啊 他们录 他们给你唱成都 他们说你点了成都 就不是拍短剧的那个 是的熟悉的某种人 我看到掉人了 其实我看到了 但是我其实已经准备下播了 他跑就跑呗 反正我这是给那个 那个小番茄月月的送的那个礼物 我其实其实挺不爱在直播间唱歌的 我闲得无聊唱一两句还可以 我我你们你们没发现吗 咱没升卡 咱家从来不不不不不不不 那个升卡 然后唱功又一般 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唱歌就掉人 这个是铁律 所以所以说不要催我在直播间唱歌 真的 明知道是掉人 没必要 如果要是说你们非要让我在直播间 说是 你就要在直播间唱 好 那我下次谁我也不送了 我谁我也不奖励了 很正常 我跟你说啊 你们要是看专业唱歌的主播 你们要是看专业唱歌的主播 你就会发现人家唱的超级棒 而且人家有声卡 声音很好听 我不敢再问 余敏红一首蓝莲花唱的三千万粉丝 调的指示 两千八百 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伤亡 有心让我问啥 他能叫你小舅吗 可以 没有问题 肩膀 对 家豪唱的好 都记得了呗 我们这怎么怎么混凝土就行了 唱粤语歌吗 我不会 我唱粤语歌 这里面肯定是有广东 那个广东的粉丝的 那你就不是让我丢人的吗 对不对 老大你的声线可以唱一下章节的天下 应该很好听 我唱不了 天下还是蛮高的 广东人在这不丢人 我唱粤语那不就是丢人了吗 咬字我都不会 就纯属是听到啥 学就瞎唱啥 别人唱歌我不认识 或者是老鱼 闺女十三岁 就直接称呼你舅舅 给我说话 也是说无语舅舅 哎 哦 Miss Chen Miss Chen 定制跑车 柳君妈妈的想要 形成了那种 有种民谣歌手的器具 结果是不是也属于工作要求 不是 想播就播 不想播就不播 不想播就不播 这个完全不是工作需求 有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 哪怕是人掉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还是能够看到群里有些人 希望我去直播 想要看看我 想要跟我说说说话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 坚持才来了吧 后来有一种习惯了的感觉 只跟大家今天 denial Dh proceeded 今天九泉家长会开得很成功 没有导乱 第四 been 雇你 真正好 真正好 啵 ego 肚子 可以 谢谢初夏龙抬头 我不敢再问 啊 粤语歌 昨天我还唱了一个语歌 啊 如真如假 如好分身思验自己 有天之时分离 我都想你 想你 我真的想你 如果痴痴地痛 我也终于喝灯头 有心中嘴外 谢谢荣的鲜花和一个人快乐 咱家快乐的荣耀雷鼓 粤语真的不包准 呀 何止不包准呢 其实就是听了个魔灵两可的 然后自己就跟着唱瞎唱 说实话 谁有时光往我 你真的一无所有 那我挺喜欢那首歌的 叫什么赖子 那首歌叫啥赖子 你们记得叫啥叫啥歌吗 周长索是谁 你知道周长索是谁 一生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 唱了你拿去 这首歌叫一生中最爱 昨天去KTV了吗 你自言自语谭友林了 没有自言自语 我在跟他们说话 比广州本地人唱得好 你胡说呢 反正一千一千九 我估计都是咱自己人 我估计应该都是咱自己人 明明不帅 看起来就特别舒服 谢谢如此安好 我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评论就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自己的 dang story 息子 这个评论中最爱 谁现在又等就 一生中最爱 肃指你我券槽 我指你我券斷 diesem 留意没把青春没来 算了 嘿嘿嘿 实在是 不好意思 我曾愿意 我曾曾说买 我已经有无担寒海 老大等我嗓子好了 给你唱一首粤语歌 就是个小伙子 短剧上把你设成熟 习惯了你不够言笑的样子 也很会不好意思 不可能 我不是那种人 卫生间门口 那是厨房 沈阳子 大叔把粤语歌送给我吧 你那天冤枉我了 好好好 冤枉你了 但是送歌就免了 你们这家伙现在是找到一个几里游 找着个借口就送歌 不送不送不送 以后这个事尽量杜绝他 那天直播有人夸你帅你还害羞了 那不是路人吗 我天哪 那三四个女孩 帅哥 那能一样吗 很闷 刚笑起来憨憨的 大叔晚上好 你好清风小张 相信我破晓他们觉得我唱乐歌高挺咯 好的 路人看到你多帅 你说呢 是 心里美美的 那人家在大马路上夸我 能不心里美美的吗 给老大点赞 点到五十万 冲 好 这一张大帅脸 谢谢飞翔的燕子送我两个龙抬头 大叔嘴巴 鸡杆枪 巴拉巴拉的不停 鸡观枪吧 怎么会是鸡杆枪 老秦老秦 在哪在哪 老大久违的高三党来了 人家小天茶 这就是个霸道的牛 四个闪耀星辰 五个闪耀星辰 大叔 宝贝之家母鹰店群 看到我了吗 看到了鸭鸭 我第一次在看我的手机 他问我是谁 我就是那谁 我那 那老谁家那小谁 我老大偏心 我让你唱歌 从来没唱过 人家得奖了呀 人家学习得奖了呀 这是他的奖励 而且你们每个人都要提要求 我都能 都能去 实现的话 你觉得我忙得过来吗 我先不说我能不能实现 咱家粉丝 三十八万 你说每个人提个要求 我能实现得过来不 满足了 老大今天唱了三首歌 我们说老大帅 但是因为你走入我们心里 虽然不是最帅的 但你是耐看行 所以你在我心中最帅 嗯 以后老大提要求 是啊 你真是你要求提多了 我实现不了 要不然现在 我真的 我说我 从今天开始 口头表扬 你是考试考好了 还是什么 你过生日 还是你怎么的了 咱就不送祝福了 就刚才那个 小兄弟也好 还有小姐妹 我感觉给我提了个醒 我不能这样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今天是给初夏和小番茄月圆 鼓励 或者是答应他们的奖励 但是如果真要下去的话 就刚才就有人说 哎呀你偏心 我让你唱歌 你都不唱 嗯 别这么搞 咱以后统一 不送了 好不好 我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来 我不是一个唱歌的主播 我啥时候想起来了 我啥时候哼哼两句 以后谁再也不要让我唱歌了 然后包括什么送祝福的 啊 还有那个鼓励的 加奖励的 啊 就这么定了 刚才 我觉得刚才他提这个醒 提的挺好的 他那一句话出来 就是 就已经有 就有的粉丝就说 啊 偏心 我让你唱歌 你都不唱 我总不能每一个人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每一个人都这么解释吧 哦那是因为 小番茄 考试 考试考好了 然后那个 初夏也怎么怎么样了 咱 咱全全堵死 全堵死 咱就不偏心了 老大你以后我们还是和你说 谢谢白露的龙抬头 我们还是和你说一下就好 什么说一下就好 对 你们说一下就好 我就没有什么奖励啊 什么唱歌啊 没有 没有 咱们干脆把它掐死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唱歌主播 这肯定擅长英文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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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英文是一点都不通 对我觉得确实不能这样 那样的话 38万粉丝都来老大提要求 老大能满足过来 满足不过来 真的满足不过来 每个人提个小要求 你想啊 一个学生 他这一年到头 他要考多少个试 对不对 他在搞个辩论赛 他在搞个运动会 你说是不是 啊 那个 如果上班 啊 那那那什么我什么竞赛第一名 越冠军 哎呀那我 周冠军 我这受不了 我顶不住 直接一头掐死 不知道谁是演员 不是爱豆 没有责任满足 所有人对他提出本作过 不是 我就算是个爱豆 那你想想爱豆他是在做什么 他是 需要他表演的舞台 他才上 有他 有他那个就是 有他需要他演出的 需要他比赛的地方 他才去展示 而不是说粉丝 他假如说他有 他有五百个粉丝 每个粉丝说 哎 我们唱一段 跟我们唱一首 然后他就要在群里面唱 啊 跳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他是在他该在的舞台上 该表演的时间去表演 跟爱豆没有关系 我觉得刚才那人给我提了个醒 你知道吧 他那一句你偏心一会 一下子 他到厦门拍剧吗 厦门好像没有 没有剧 好像 没有听说过 老大说的对对对 老大看我的名字 能记得我谁吗 一只小圆子 对不起老大 我原来那号被封了灯牌也没了 哦耶 余老师会张元英转圈吗 会啊 看你直播我真开心 钢铁粉在这里 一直在你身边 陈建梅别坐在马桶上 看你男神直播了 孩子醒了 要喂奶了 陈建梅别坐在马桶上 看你男神直播了 孩子醒了 要喂奶了 心森实安 这应该是我哪个兄弟吧 这应该是我哪个兄弟 我看一下啊 怎么打不开呢 看不见 是个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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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我哪个兄弟 陈建梅 别看直播了 孩子醒了 陈建梅 你把我 你把我 你把我兄弟都给逼 都都都都都都到直播间来找你了 陈建梅 老大我从月份开始减肥 瘦了二十多斤 我已经没法看直播就是我减肥的动力 到直播间抓人 陈建梅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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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还是我弟妹来找你来了 陈建梅 马醒了 陈建梅 我兄弟还在不在了我兄弟 兄弟我帮我我我帮你喊他了兄弟 你退你退出去了没 心心生 他笑了 陈建梅你别笑了陈建梅 你先去你先 你先看娃去陈建梅 你娃都醒了 你你你你先等会你先把娃哄好了 完了你完了你再笑 你看把我兄弟逼的 吃奶 哎呦我的妈老大你能笑死我 吃奶我管不着 那咱又看不着 等我提个醒嘛 那我兄弟都叫他了 弟妹啊还是不是 那个那个妹夫啊还是姐夫啊 啊我帮你叫了 他追你直播停不下来 我帮你叫他 你下次你下次进来 心心生十安 那兄弟们啊兄弟们姐妹们记住了 这个名字 心生十安 啊咱们那啥 下次他进来找陈建梅的时候 咱们大家帮忙叫一下吧 不能让陈建梅耽误我我妹夫我姐夫那啥 也更不能让他耽误我吃奶 哎对对你像浩哲就直接说陈建梅别看了 哎对了哟 你给我们家新生整的 哎呀 都到直播间里了都 新生在不在新生 我不我们帮你我们帮你叫他 对 新生 新生 你看我们家新生还在呢 哎呀 看直播不能耽误干正事 你看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你虽然说没有说耽误你学习 没有耽误你工作 那喂娃奶那是大正事啊 还要都醒了 赶紧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你说你要你让娃他爹看孩子行 你让娃他爹喂奶你这 他我们家新生他也干不了啊他也 你说是不是 我想知道陈建梅在现在的心里也有面积 娃喂奶重要可不咋的 你那新生 忙一天了你这 就不是忙不忙一天 他关键问题他为奶他帮不上忙 你说他后来后面充奶粉的话他还能帮个忙 你这八成他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呢 他还得 啊 那个抱抱着吃饭呢 大家直接记住他了 陈建梅说啊 我也记住了 陈建梅说喝奶粉吧 谁是陈建梅呀 陈建梅是哪一个呀 哎新生新生陈建梅那个抖音号叫啥呀 他他不会就叫陈建梅吧 那我也没看着啊 兄弟们也没看着啊 他的抖音号叫啥新生 嗯感觉 牙齿好多 这段直播有利于预 看直播有利于预防产后抑郁 哈哈哈 新生 新生说他叫安安很快乐 安安很快乐 我也没看着啊 好像咱们好像是不是 这个安安很快乐 是不是从来没说过话呀 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话 安安很快乐 我是真没看着他新生 从来没看着我 他应该是长期就是潜水 他也不跟我们唠嗑 但是说实话啊 这个姐妹们互相逗一逗 倒是能让他 防止这个产后那个什么什么证 这倒是实话 女的嘛女的嘛 心情很重要 再说我 陈建梅 不准说我们家新生 陈建梅不准说我们家新生 那娃醒了 你还不让人娃吃口饭了 陈建梅 你说我们家新生干什么 新生有招吗 新生也没招啊 那妈妈妈妈妈饿了 他总不能给他做个大炒饭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陈建梅 可不行说我们家那个新生实案啊 我们家新生也没招啊 我们家新生也没招啊 你们说是不是 你们说是不是 那那那那娃醒了饿了 那那 谢谢大哥支持我 那没毛病 我那哎呀 那娃醒了 你说你你 你说我们家实案能干啥 都没招吗 都没招吗 都不还得叫你这个妈妈 小孩说余叔 我谢谢你 让我喝上奶了 哈哈哈哈 陈建梅 不准说我们家新安啊 新那个 新安 新生实案 安安别看了 给你娃娃 没有 以前我不知道 反正从我来了之后 到现在两个月 一次没讲话 对我也没看过 叫什么什么安安来着 陈建梅不准说我们家新生了啊 行好 那我再去跟财富要钱 又多了一位男粉 我估计啊 刚才他就是那个 他不敢进直播间了 没事 他进不进直播间不重要 他在他先把娃娃喂了 完了 完了我也快下坡了 他不进就不进吧 再说他进来说实话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他不说话 他是那个估计是他基本上就潜水 他一般都不说话 这哥们那哈 他你你那个你 反正你已经找他了 你要想在这呆呆呆的 不想在这呆呆的 你就你就玩去 我们目的一点 让你达到啊 哎呀 幸亏我看走了 要平时有的时候滑蛋幕的时候 真看不着 说实话你说一句话 我们可能看不见 就过去了就 我们那个 但是你放心啊 那个新生生 我不是啥不正经直播 我也不是什么颜值 擦边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都不是 我没事带着扭 哎哎哎哎哎 我从来不扭 我就跟大家落口磕 我是个小演员 哎 没事看 没事那个演个短剧啥的 咱们直播间就是 还是挺正能量的 这个你这个你别担心啊 咱们这里没有擦边的 陪我面膜我要疯了 我陪你面膜干啥呀 人家老公找老婆 给孩子喂奶 你乐啥呀你乐呀 给你高兴的 刚才谁说一句把我给逗乐了 说小小孩说 于叔我谢谢你 让我吃上饭了 他说那个短剧演的蛮好看的 那个超级那个霸道总裁 说我有段时间没来了 你还记得我吗 我没看过 文 记得呢记得呢 满满正能量 那必须满满正能量 必须满满正能量 我跟你说 就不能我60后老太太都在这看 对你看啊 新森 我这直播间还有那个 那个啥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大姐 这个 60的70的80的都有 咱们这正能量 要不然你想想 那60的姐 70的姐 80的姐 她能看吗 她肯定不看 对不对 昨天看了一个你的短剧 对裤子拉链没有 你闭嘴 你这别说话 从王正鹏那里来的 听说你比较会怼黑粉 真的吗 王正鹏怼不过 他你他你 他不善言辞 陈鹏比较有素质 他不像我 我没素质 就我们虽然正能量嘛 但是我没素质 你知道吧 想看老大下叉 你做梦去吧你呀 老大你是德云社外边人员吗 那倒没有 给娃整蛋炒饭都乐了 不是 新生生 他的一个老爷们 他可以多看娃 没毛病 他喂不了奶呀 他 他也没那个 是吧 你不认识我 我们可都认识你 感觉老大都坐不住了 再换椅子 我是不是直播时间过了 我感觉我又有点坐不住了 你是不是那个短剧男主叫什么忘了 我叫鱼龙 鱼龙 你要是问我这个剧的名字的话 那可太多了 有奶粉 一出生就可以喝 那这不是都讲究什么母乳吗 我不懂啊 我不懂 我就那么一说 累了就下了吧 要是不光有好看的脸 旁更有有趣的灵魂 喝母乳好 谁知道好不好 我觉得我也是 哎呀 坐得我屁股都 都出哈了都 坐不住了我都 哎呀 懂得还挺多 我就那么一听书 我也不懂 有个短剧得花 要米干嘛天天迷 什么玩意 他说你拍的戏 对女孩子说话很温柔 是啊 他俩应该下去了 我忘了陈建梅叫啥 抖音叫啥了 但是我记得 新森十安 下次我们家新森十安 来了叫陈建梅 我要看不见的话 你们就帮忙叫一下啊 就告我十安过来 找建梅来了 安安很快乐 漂亮 安安很快乐 大家记住了啊 大家记住了 安安很快乐 完了那个建梅进来了 要是十安再进来 叫叫叫那个建梅 咱们就帮忙叫一下 我要看不见的话 你们也知道这个 有时候弹幕刷的很快 我再嘚嘚嘚嘚嘚嘚 再说点啥 我就看不见 建梅很快乐 拍一个虐剧虐男主 老大我要想问明天见 请问你的短剧在哪平台播放 在抖音 抖音能搜到搜到了以后 他会给你跳转 进来了就问孩子吃过了吗 你们关键是看不见 安安安那个建梅 建梅从来不说话 我都不知道他关注我几天了 因为你我们也很快乐 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也是母亲 重生欺凌小辣旗是你演的吧 哦 是的是的兔子 是我演的 全网都知道陈建梅叫安安很快乐 喜欢老大直播 忘了 喂奶 他不是忘了喂奶 是孩子醒了 他在马桶上坐着呢 你没听石安说吗 别在马桶上坐着看着看你男神直播了 孩子醒了该喂奶了 他不是忘了喂奶了 我原话不记得 谢谢琪琪本期的称心如意 好痛 现实幽默工具 距离霸道重夕 椅子太硬了 不光是硬 坐着我都屁我都出汗了 脖子疼了一直在揉 他是看直播入神了 完全忘了还有个孩子 你别胡说八道 季节你在这能不能别乱扣帽子 人家在这看会直播 孩子在睡觉 孩子醒了该喂奶了 怎么就忘了有个孩子了 怎么就忘了给孩子喂奶了 你们这帽子扣的 谣言就是你们造起来的 你不是季节是老粉是铁粉 我该说我还得说 你这个帽子怎么就扣在人家头上了 我天哪 你这让你这让西森实案看了好像好像真那么回事似的 首先 人家在马桶上看着直播呢 孩子可能在睡觉 可能是老公在看 可能是老公跟孩子一块睡呢 然后孩子醒了 人家老公过去告诉他 说你别干啥了 你那个过来看一下孩子吧 孩子给吃奶了 跟他忘了给孩子喂奶 不是一个概念 跟他忘了有个孩子 也不是一个概念 你不要挑选人家家庭纷争 你这话你好说不好听啊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知道吗 你哪怕是个开玩笑 你看你紧接着 我刚说完你就说了一句 我是一个不小心说错了 你可以一个不小心说错了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万一咱家新生 还在直播间看到你这句话 他怎么想 或者是陈建梅在 他看到这句话他怎么说 这大家都怎么看我呀 你一个不小心 你说哎呀我就那么一说 哎呀我说错话了 哎呀你这干嘛上线的 你这么说你要让人家十安听到了 让人陈建梅听到了 人家怎么想 人家只是看直播 不知道孩子醒了 跟他忘了他有个孩子 和忘了喂孩子奶 没有关系啊 说话要小心 说话要负责 你说陈建梅听了 看了你们说这样的话 就大家怎么看我呀 哎呀我更没脸进直播间了 这这这这都怪你也怎么怎么样呢 那十安十安看了你这样的话 万一人多想 是啊看了基本 网上也不知道哪来个B爷们在这直播 孩子都他忘了是吧 哎我跟你说 季节你罪过大了 人家万一但凡但凡他产生这种事情 你罪过大了 你别误会啊 要误会可以 我知道你是不小心的 咱以后小心点 好不好 咱以后小心点 有的时候八卦就这么就就就就就说的 我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误会就是从从这来了 你知道吧 我疼得很 我这头开始痛了 偏头痛 老太太老大太正直 我看看老太太正直 哈哈 老大太正直 老太太正直 好这个话题咱过了 真的真的是激动 你万一就是 陈建平还在 或者是十安还在 他要是真的是就是不多想还好 人家一旦多想 你这干啥呢 换话题换话题 哎呀几点了 能不能出去按摸呀 给我按脖子 我这想问 这个本是又是访谁的 是访那个 你说的这个人吗 这说是 男主 但我看了一下 他跟我说的那个角色的名字 其实说穿了我就是那个男访呢 老大 是我见过最喜欢的主播里面 最正直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主播 哈 那你见的主播肯定太少了 不要刷屏 再刷禁言 我深有体会 我与男同事吃饭 结果传出绯闻 那个时候乱传的人 让我劈头盖脸的训了一顿 你到时候训他的话 他会跟你说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男反不好吗 男反倒不是不好 我也能演 就是我把我把女人得罪了 然后我后悔了 我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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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女的可能就到最后就 就就 那我来帮你按摩按摩 不用不用不用 你能按不着 我就演个啥渣男啥的呗 嗯 哦谢谢青青草的为你举牌 这个剧情不好 哎管他呢 大不了就演个男反嘛 就是渣男呗 差不多 老大我给你按啊 不用 啊 算了 我就不看了 看完了 搞不好受影响 人家这个应该已经爆了吧 已经爆了吧 应该是流量跑得不错吧 所以要翻拍 我说实话我挺 我挺排斥 老是翻拍别人的东西 说实话 说实话 谢谢老板 我想演员高以翔 希望下一步接一个非常虐你了 鱼龙加油 希望你能够成为下一个刘雨宁 从抖音认识 到现在这么多电视剧男主 终于闲下来碰上直播了 这个月一共泄了三天泪趴了 求安慰 安慰 安慰不了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什么奖励什么安慰都不给了 现在下一步缺一个 我刚才为什么会那么说呢 因为 因为我以前就是啊 老忘记孩子的事情 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真的忘了 宝贝 你是忘了 人家是孩子刚睡醒 好吧 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你是忘了 但是你不能说他忘了 老鱼适合演韦小宝那种角色 一个男主 N个女主 你可别 老鱼我想你了 一运傻三年 要原谅自己 演渣男可以找王晨鹏 下播吧 好好休息休息 老大我听一听 他们拍的这个版本怎么样 跑了多少 你跟我说实话 我看我挑战的是一个多大的难度 跑了几千万 你直接给我个实话 割的眉形很好看 哦 甚至涂涂给我化妆的时候 都说 说你的眉毛不用怎么画 你的眉毛已经长的这个样子了 就基本不用画 马上六十万赞到六十万赞 哦不 都已经过了五十万赞了 少跟我玩 不是接受挑战 是有的时候老是翻拍别人的东西 你 总是翻拍总是翻拍 你不想拍点新的嘛 你比如说 出道七年当明星 这不是我翻别人的 甚至很多后边的人是在翻我的 不好吗 这样不好吗 我为什么要去翻别人呢 四千多你跟我说拍得很不好 应该是很好吧 四千多 烧到撒娇的直播录品 你们现在都管四千多叫不好了 还是很不好 你真的假的呀 你是跟我凡尔赛的吧 嗯对对 翻看别人多了 可能影响播放量 我能问问那个版本 我跟你说最简单的 绵绵 我在武汉拍的时候 绵绵去恒店 拍了一个亲情 亲情的本 然后 去他说 剧本非常好 剧本非常好 他们演的也不错 其他演员能力也很强 然后 导致他后边有人找他拍一些 亲情的 他说我已经演过了 不拍了 我就不拍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为啥演过就不拍了 那你看 有的人他擅长演瘧剧 他一直接的都是瘧剧 你为啥不 他说 没我们拍的那个本好 我干嘛 同样题材 没我们本好 我我为什么还要再拍 结果 他拍的那个剧 到现在没上 到现在 他是先拍的 但是到现在还没上 人家后拍的都已经 都已经爆了不止一个了 所以 所以就是 你就这个翻拍啊 是多少会 翻 就后上映的东西啊 多少会受影响 我记得刚开始 世界对温柔一带上映的时候 大家都说 哎呀没有上一版拍的好 哎呀人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了 叫淘气小亲亲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世界已痛闻我 包括至山山来迟的你 一上线评论区全是 哎呀这是模仿谁是谁和谁是谁演的啥啥啥 哎没有原版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人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 明白吧 人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 就觉得 应该是人家第一个版本那样的男主那样演 第一个版本的女主那么演 你翻拍 除非你超过人家很多 不然的话我这么跟你说 这么跟你说 哪怕是成绩持平 你都是输的那个 你都是输的那个 哎对 黑粉头子说 对的 先看的哪一个版本就会有对比 珊珊来迟的你 人家前边已经有一个版本了 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然后 呃世界对我温柔以待那个小说 我们都是我都是后知道的 上映了我才知道前面有两版 他都不是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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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反过来 你是哪个平台的这 就拿射雕一星传一样 有很多人觉得 八五八三版的是经典 对一旦他是经典 他确实经典 但是后边哪怕拍的再好 都觉得好像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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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了 哎 实际上就真的不好吗 就真的不好吗 刘亦菲的小龙女不好看吗 刘亦菲的那个什么 呃 咕咕就不好看吗 也好看呢 你是不是 不是 你别别别激动了 你看你这孩子脾气这么大呢 不是 我就是印象当中 你就是九州子 那问题是那谁 他不就是九州子 哎 他不会解约了吧 呃 这个 嘿嘿 我不管了 你去你去你去跟他说吧 管理员你回复我一下呗 管理员谁 你要哪个管理员 有个童的小龙女就是最经典最符合原著的 周时勋那个版本 哪一版也没有你演的那个版本好 代入感特别强 我听小说的时候 也觉得里面的男主就是鱼龙 但是没有用啊 你看人家火的那个是重生80当后妈 你的世界对温柔以待已经是天花板 因为我昨天刚查了一下这部剧的热力值一直在跑 而且跑得很好 哦 老大晚安清清草晚安 没剪那就更好商量了 看人 想看老大演军人 我也想 我太想了 最喜欢大树你的版本 我今天又刷到了一个千人直播间播的是世界的无温柔以待 老大天天盼 新曲不收 可以读我的名字吗 可以的软羊 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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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你名字读你名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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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的那个小妹妹的 可以读我的名字吗 鱼龙家的宝 重生帮人到后妈 我不 你别坑我 我这读出来我就 哎呀 老大 你自己可以做那个工作室的发型吗 做不出来 图图的 图图的手艺不是 不是一般人能模仿上来的 哪怕他给讲给别人听 别人也不一定能做出来 有刘海胡子那个角色好帅 好久没看老大直播了 拍视频的时候太帅了 鼻音嘎嘎中 不是故意的 只是个人观点 哦 孟飞扬 飞扬来了 谢谢飞扬的繁华蜜语 可惜了 那天的新造型我没看见 图图老师的手法模仿不出来 是的 别叫我飞扬 咋的那飞扬把握我 还有五分钟两个小时 图图是发型师的名字 还是工作室的名字 都是 都是 刷到了我的帅老弟 帅老弟不丁果果 哦 小佳姐 不是谁能坑住你 龙龙 你跟高宇川很熟吗 贼熟 贼疼 很熟 肯定记得啊 我妈上次跟我说了一下 我妈上次跟我说了一下 但是我那时候在工作 我又会忘了 转头我就忘了 我工作的时候 我工作的时候是四五六不认的 就脑子 脑子不在下 我甚至跟大家 跟那个直播的人 和管理员都说 我说我工作的时候 不要任何事情打扰我 我妈前脚 我在这吃饭呢 我妈说你过 你那个跟跟跟 你跟小佳姐说说话 他叫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 然后跟他说 好好好 我知道了 然后转个头我就忘了 转个掉屁股我就忘了 终于看到一个正经的 东北老爷们 东北人表情开心 大叔啥时候来江西少柔来拍戏 我们这边也有影视 但是那边没有剧组吧 没有 没有短剧剧组 啥时候回来拒绝 嗯 短时间不回去 我还等着我爹 我爹我娘过来 我一直很喜欢一部小说 叫超级兵王 我听了好几遍 要是能拍成短剧 我觉得老大爷男主一定很帅 拍不出来 超级兵王我看过 拍不出来 拍出来也就是一个男 男平战神而已 谢谢阳光灿烂的龙台头 起儿的做我的猫 我们这边美女不晓得几多 会来长沙拍吗 长沙有 但是找了我一次 没有合作成功 龙哥看到你心情就好多了 能小鼓励我一下 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小鼓励一下 鼓励你 加油 感觉你和高宇川的风格很像 哎呦我弟妈呀 我跟高宇川的风格很像 尘埃落定 你应该是我们家陈鹏的粉丝吧 你应该是我们家陈鹏的粉丝吧 我跟陈鹏的风格很像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估计我们家的粉丝和这个他们那的粉丝 和他那边的粉丝都都都都都可能觉得不太对劲 希望有机会可以回东北拍 饭题材的举动 他说百分题材就有悬疑了 麻烦你不要踩一捧一 哎对了 不要是这个拿我和我哥们比 谁帅谁不帅 谁咋谁不咋 不要说这样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会说话的高清商的人 我就要 你别要了 你在说我兄弟咋咋咋的 虽然说虽然你在夸我 但是 但是你才我兄弟是夸我 这玩意他也接受不了 我也接受不了 实话实说 跟娃娃混完 周朗朗看你俩一起拍部剧 什么时候再和陈鹏一起合作 这个哪是我们俩说了算的 这点看甲方有没有本 有没有合适的本 看你直播我学习了好多东西 比如对对对 演技好 直播间 大家我我我还是不说那个话题了 演的一个短剧气死我了 女主顾都太伤心了 那剧本就这么写的呀 没办法呀 你你你你气死了 我们也只能那么演 虽然我们知道大结局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知道真相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就得去误会他呀 我们就得去冤枉他呀 我们就得去扎去扎他呀 那没办法呀 男主直接开天眼 你是坏人 死 把他给我抓起来 一集结束 你说你后边99集还看不看了 缺大姐吗 缺 老缺了 必须缺缺大姐缺大姐缺的严重 老大还没有下播吗 没有 我看短剧都是男主掐女主脖子 我一看夹脖子我就不能呼吸了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主播在程度 鱼龙想演军就周日勋后续 他说军人出身要拍上电视剧 周日勋鸾成两个人你都来演 嗯 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 人家把那咕噜给掐了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那个话题 总裁你秘书哪说了 我的哪一任秘书 男的还是女的 有武力的还是没武力的 你要哪一个 我昨天看到你一部剧有小毛 小毛是啥 近期有来北京的计划吗 近期没有 上次说的老九门想看龙哥演 他演门我演门 我演门把手是吧 我在和男朋友约会就托摩看看你 你男朋友约会你不要在这看我 你就不给我找事了吗 你就给我拉仇恨的吧 你就不 你跟约会去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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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看我 你男朋友看我 你这干啥呢 你这整个男的在这 约会还在这跟我看看男的直播还 一天你给我找仇恨 我服了呀 你说你干的什么事 就你那小娇妻咯 去哪里了 哪个小娇妻 哪一人 帆帆你和范琪的直播连线更好玩 凉小时了 这不是想你们凉小时了 是不是该下播了 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 下播了下播了 我们该下播了 乘风不在 乘风不在 下线 不连线了 下线下线下线 哎呀我休息一会去 下 말씀�咯 started 混合啊 刘症